泽林斯基抖精神 叫聲北京你聽真 拒絕和平大忽悠 趕緊見面別耍魂 王戰狼 漢層層 站著驚驚問何欣 一尊快伸手指頭 下邊怎麼糊弄人 楚大帝 劫長恨 愁眉緊鎖望北京 武踢彈藥啥手道 還有那個大活人 一尊悔 甭等了 飛入黃花 無處尋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 聽大實話 我是盧卓 我是李正 各位親 您現在看到的是海外獨家 對口時政向上頻道 老北京茶館 聽段子 看世界 直面糟心 共享歡樂 乾淨世界新茶友 別忘了訂閱關注 為個兒點贊 同時油管新茶友 請打開小鈴鐺 及時接收新節目信息 跟茶友們匯報一下 李正的正說紅樓第23集很快就要跟大家見面了 大家注意油管社區的通知 本期會員節目也開放24小時免費試看 歡迎茶友們 觀看留言反饋 好嘞 茶幌一掛 段子先行 開板上段子 話說麻煩了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小澤 跟黨國男一號習近平老習 約架 約 什麼叫約架 是這樣 澤林斯基以冷不防 蹭一下 把那麼長衣橄欖橄枝伸得清風皇上被窩去了 我這 緊著扒來 哎哎哎 醒醒醒醒 別做中國夢了 快起來 咱哥倆落十塊錢了 這澤林斯基還挺幽默 不過這哥倆年齡差距有點大 看BBC重磅消息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希望與習近平會面 稱 真願意相信中國不會向俄提供武器 這說法有深意 我是真願意相信 就看您說的是不是實話 小澤呀 特折來直來直去 我都準備好了 跟老習見面了 咱就甭躲冒冒了 還是討論討論您那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和平提議 這澤林斯基心說了 只有跟老習討論明白了 才能結束戰爭 要不然真偷往那普丁丁那兒送炸藥 何止炸藥啊 媒體人東方來 把消息全打拼了 德國媒體可靠消息 中國西安冰果智能航空科有限公司 已經接近達成 向俄羅斯提供100架ZT180型 自殺式無人攻擊機協議了 這家公司另外準備在俄羅斯建廠 就地生產無人機 好像想起那事兒來了 我記得網友把那外媒報導的給拽出來了 說看看俄羅斯外長那貪婪、激動那表情 知情人還跟那泄密 中共黨衛軍的公司不光提供自殺式無人機 還有什麼 還要為俄蘇27戰鬥機提供零件 那計劃都定好了 偽造成運輸文件冒充民航的替換部件 網友看上這消息 直接給點了個大讚 太好了 最好明目張膽 讓國際全看見 黨中央徹底尷尬了 尷尬什麼 那什麼 我們七個急需掐樹葉蓋上 最好澤連斯基別詳細我們了 挫火 人家小澤本來是沒想起老習 早就不抱希望了 結果好 習老大宣布要面會普丁丁 小澤突然又把他給想起來了 沒有啊 一尊一聽就急了 我可沒宣布 那是中國密約被普丁丁點炮了 他手黑呀 直接把我扔收好架子上去了 得嘞 我不好過您也陪著遭點洋醉吧 直接坐實了給 俄尊表示 境外乾爹逼宮 任我咋整 一尊徹底睡不著覺了 好你個小澤 僵我 我沒法去我 我一去的話 跟普丁丁我怎麼交代 也是 不過我要不去的話 又容易露餡 我是搞和平的呀 究竟 要不這樣吧 莫斯科我也不去了 也不行 那莫斯科呀普京啊 跟我嚷嚷出去了 我怎麼辦呢 您說擰吧不擰吧 看來裝好人這事兒 有風險容易打臉 打臉地方多了 12條一隆重推出 充滿了140多個國家的頭頭 全跟這為官為笑為憂 我們那俄烏和平方案 齊活12條廢話繞口令走起 我們也是大意了 冒充和平天使 裝大班算哪 出現嚴重的誤判 讓澤連斯基來離黑虎掏心 您說這錯誤不錯誤 倒楣呀 要是沒有這和平方案呢 就算咱們這負責任大國 老上那乾爹那一趟趟跑 那小子也得說不出什麼來 對不對 畢竟兒子孝順的爹 屬於家事範疇 後宮內政 他沒資格干涉呀 打不成家務事兒了 現在被動了 王毅大喇叭一嚷嚷 我們要做霍悉泥那和平天使 天使 家務事兒直接升級 國際三邊事務 那小子還不趁火燒鴨子 將咱們一軍呢 順藤摸瓜 將計就計 走起 既然你們這麼主動 穿針引線 我們要這麼著也表個態吧 來上我們這兒攪上來 什麼叫攪上來 被人當成攪農家肥那棍子了 澤連斯基這人 現在發現了難纏哪 軟硬不吃狠話放出去了 我絕不跟普京談判 對 除非那哥們下談 任小澤特牛 你們去問問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去 他知道 一年前我主動想跟普京談判 埃爾多安說了 不行啊 普京不答應 不答應 現在行了 你們普大爺想了 抱歉 我們不答應了 得 原因特簡單 普京已經不是過去那普京了 他現在是戰犯 殺人兇手 完 普京黃花菜要糧 普京一糧 北京也得瞎你 澤連斯基不依不饒 現在是 剛宣布 北京說尋求和平 特真誠的想結束這場侵略戰爭 行 我也想真相信他們 北京不會偷著給俄羅斯運武器 這話說的 二踢腳 一打倆響 擇習慧還得停止給普京武器 要求太高了 黨中央七個小矮人 都集體表決了 經過集體表決之後認為 這澤連斯基人會細品 不好對付 細品 你品 你細品 一品就品出來了 北京熱騰騰出爐那12條和平方案 既沒說俄羅斯必須撤軍 也沒譴責俄羅斯入侵 but一通譴責單邊制裁 明顯向著俄羅斯 批評烏克蘭西方盟友 您瞅這偏家讓黨給拉的 俄羅斯那邊都忍不住偷樂了 俄外交部還聲明說 非常贊同北京的觀點 特別合情合理 雖然我們根本不打算採納他們廢話 把黨給噎回去了 俄羅斯贊同是想找藉口喘粗氣 好家呼 責連司機跟趕死隊隊打似的 緊著運氣要春季發起大反攻 烏克蘭大兵一衝過來 土叮叮那幫衣衫藍褲的雜牌軍 不得分分鐘落花流水春去野 還得說那位老江湖 美國總統拜登瞄眼就能開出北京有什麼貓妮 老油條門清 老拜見上記者就說 千萬別上當 按中共那計劃玩 除了俄羅斯 沒人能受益 我不是開玩笑 中共這所謂談判對於烏克蘭完全不公正 一點都不合理 老拜唄 我來個老子到處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到處說 什麼呀 聯合國安理會 千萬別被所謂 臨時或無條件停火所愚弄 這是讓俄羅斯喘口氣 重新武裝 補充兵力 然後再侵略 嗨 我這接受情報了 中共正琢磨給俄羅斯提供殺傷性武器援助呢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24號那天也說了 中共那和平協議根本就沒有可信度 他們到現在愣是不譴責俄羅斯入侵 再說了 他們跟那俄羅斯友誼 不都說上不封領啊 還記著這事兒的錯誤 你能忘嗎 境外勢力死咬12條措施 而且尤其是其中措辭 說了 普京21號國情咨文 人都承認這是一場戰爭了 北京愣是堅持叫危機 比俄羅斯都會偽裝 您聽聽 就這麼冤枉咱們 咱們誰跟你們咱們呢 英國首相蘇丹克24號那天 在G7有一個歐盟的視頻峰會上 人都表態了 要和平 只能烏克蘭提出那條件般 最煩人的 是澤萊斯基的顧問 叫什麼波多利亞克 王命才我們 說北京押注侵略者 太沒有遠見 這人多壞 我一追的把黨的黑血全給放乾淨了 王毅不通牙 一點不黑 特公平公正特透明 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符合肯定符合 全是你黨內政治正確的廢話 典型羨慕妒忌恨 您聽聽我們那題目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 不是 和平協議改中國立場了 啊 是不是特震驚 這個 跟您講 哎 那倆倒霉國家都不同意 普丁丁一邊擠出油膩的笑容 一邊偷著告訴秘書 撕了 趕緊撕了 只會到我這兒來 有點犯上啊 這是 所以啊 勸誰誰不聽 怎麼辦 沒轍 只能叫我們自個兒的立場 這腳都砸爛了 還立呢 立 12根棍子撐著呢 我給你數數 那數吧 相當全面啊 一 關於主權 二 關於冷戰 三 關於停火 四 關於和談 五 人道 六 戰俘 七 核電站 八 風險 九 糧食 十 單邊制裁 十一雇營鏈 十二 戰後重建 行行甭再數了 網友已經給您這幹官論定了 片仓話說了個寂寞 還有說不寫還不是這麼丟人 最後一網友一錘定音 意料之中廢話急緊 所謂和平計劃也一樣 狗啊看了都搖頭 說什麼呢 說什麼呢 不像話啊 狗怎麼能跟人相提並論呢 對也確實有把你們比喻成人的 什麼叫比喻 這麼說的 共產黨本身就是流氓 能提什麼和平建議 聽見了吧 流氓確實也是人 邊兒去 跟網絡刁民張東了一套路 說什麼 王毅 跑得莫斯科為普京站臺 徹底撕下中立假面具 和平倡議意志空文 拙劣外交小丑舞臺 一笑大方巴拉巴拉 哥們會統字字短語 不像那網友話 倍糙 土共一通吆喝 把所有助力吸引過去之後 放了個屁 這什麼味兒 一點不懂文明禮貌 這文明不了 網友一看你黨的12條 就想送廁所去 直接叫 廁紙一張 叫廁所 素質看一看 不如網友那個 人那條來的文明簡易 哪個呀 這麼說的 可以換位思考一下 把這12條垃圾假設為1937年美國對中日衝突的和平協議提案 就知道有多無恥了 齊活一針見血 生動形象 刁民哪 不幹別的 一天到晚就琢磨 怎麼懟我黨 懟得我們牙口無言 我還用琢磨 一拍腦子就能想出來呀 這麼反制的東西還能湊出12條 一天就完了 俄羅斯侵略者滾回去直接和平 多好 簡單粗暴法 跟歐洲理事會的副主席說的一模不一樣 一模不一樣 那人也說了 如果俄羅斯不撤軍 談和平慕有意義 您看 習維尼只能忽悠中國人 只能倆字用的絕了 網友不說嗎 之前有個帶具體細節的和平協議 真就是真的 他問過俄爹 結果怎麼著 俄爹不接受 只好灰溜溜 改成立場文件 那您沒看馬丁說的 更棄人 怎麼抓 現在大陸斷交部 簡直就是豬八戒照鏡子 裡外不是人 天天一吟說自己是世界大國 世界兩強之一 BUT 一到該做決定 該負責任的時候 就必須投棄權票 規避責任 怎麼不撒泡尿照著自己什麼罪行 這也忒犀利哥說的 犀利哥六 我們第一條就是 尊重各國主權 不是負責任大國能說出這話 等會兒 你們倒說說尊重哪個國家主權 拒絕 給我挖坑是不是 看就這個 我們不傻 讓我們說出烏克蘭 回頭普丁丁揍我們 我看來只能靠全世界自由國間聯合在一塊 圍毆你黨了 這也甭嘱咐全聯合起來了 25號印度舉行那二十國集團G20 財長央行行長的會 財長一通起哄 強烈譴責莫斯科入侵烏克蘭 該 就我們中俄兩家代表 拒絕簽署聯合聲明 背了個大催 現在跟俄爹一條繩子罵著 等著好事吧 反正美國政府已經宣布新制裁令了 60多俄羅斯高安和實體列住了名單 不止 25號那天 歐盟還通過對俄羅斯第十套制裁方案 一通叫囂 要加大施壓力度 盡快結束戰爭 制裁軍事和政治的決策者 支持俄軍工業的公司 瓦格納組織指揮官 巴拉巴拉 和俄羅斯大銀行做買的交易都被禁了 歐盟真威武 不過這普丁丁也是真夠擰伯的 寧可要歐盟第十套制裁方案 也不要乾兒子那十二條 拉偏價的什麼和平協議 我嚴重懷疑 浦那邊大腦有穿刺協議 網友都替我黨喊冤了 說北京這十二條多替俄羅斯考慮呀 簡直都跟鐵鍊女案的警方有一拼了 什麼鐵鍊女警方 啊 震驚了吧 這是比方 這麼說 解決徐州八孩事件的方案 攏共分12步 12步 把烏克蘭比喻成鐵鍊女了 聽著啊 第一步 尊重事實婚姻 啊 第二步 摒棄離婚思維 第三步 停止你們這些亂七八糟的新聞報道 封口了 維護政府公信力 還填著點公信力呢 第八 減少境外勢力涉足的風險 嚴控消息 第九 保障董志民同志的意識住行 罪犯還真好 第十 停止女權組織對董志民的擔方辱罵 擔方 第十一 確保當地政府運行穩定 徹底穩定下去 呦 幹什麼壞事 什麼叫幹壞事 好事 歡樂事 剛剛過去的2月24號 不是少一谷一戰風神 一周年紀念日嗎 華人圈徹底沉浸在 節日的歡樂氣氛裡了 這叫節日 再說這也歡樂不起來 除非吊打魂石雄文 北極熊的熊 讓您猜對了 一年前的昨天 魂球時報發表拍手稱快文章 普京閃電戰 一半鐘頭打趴烏克蘭 少一鼓 一戰風神 這篇文章還真看過 雞血到家了 開頭第一句 突然就開打了 最後一句 普京你放心的打 各類大小報 小號 全都轉瘋了 標題還加上四個字 基輔攻陷 雞血真紮多了 可淡是淡可是 一年之後 曾經歡呼雀躍的小粉紅 在網上看到兩張匠子弟照片 普丁丁大元帥 拿著一根中國製造鋼針 目光炯炯有神 精準去戳破 近在眼前的烏克蘭 氣球 就聽砰的一聲響 之後 烏克蘭氣球驚訝發現 普丁丁大元帥氣球正在空中 禮花般綻放 跟蒙大拿州上空那間諜氣球一下場 氣得活人普丁丁 一周年這天 彻底躲貓貓了 貓貓 那什麼 戰士吃緊先躲貓貓 以後再慶祝吧 挫火 老普沒想到 他不慶祝 有人非得提他慶祝 有人要哪壺不開提哪壺 是這意思 俄烏戰一周年 網流傳出一篇新雄文 紀念環球時報雄文 普丁閃電戰 發表一周年 胡錫進都偷樂了 還有紀念這晚 雄文曰 一年前的今天 環時 以自甘武的純鵝粉精神 和不把自己當外人的 邊外主人翁責任 邊外主人公 說得好 用熱情洋溢 頂禮膜拜 如任乾爹 死不要臉的 慣有文風 烏文風 烏中生有 捕風捉影帝報告了 俄國全面勝利的消息 閉門造居 自欺欺人帝捏造了 烏克蘭潰敗 紫蘭斯基外逃的謠言 籠共外逃18回 首都基辅淪陷4回 儀式感滿滿地 將普京少一股 捧到 需要自己屈膝仰望的神威 您瞅這多缺 但 一年後的今天 烏克蘭依然屹立 一年後的今天 紫蘭斯基依然傲立在總統崗位 阻卧大地上 這尬了 這一年在國際舞台上 在戰火紛飛的前線 在基辅街頭 我們無數次看到 紫蘭斯基的身影 那必須的 而另一個人 卻像巴拉巴拉一樣 躲在某一個安全屋裏 以巨人千里之外的姿態 接見著幾個難兄難爭 這其中包括難兒子家 遂崔王毅 至於那位一戰風神的邵姨谷 這一年是充滿失敗 屈辱 惶惶不可終日的一年 擔心 遭追責 半君如半虎 各種替罪羊莫須有的罪名 變數 忒多了 保不齊提前卸菜呀 這一年 無論在 還是在 疑惑是在 每一個客觀人 現實的人 都能清晰看到此消彼長 大勢所趨的 不可逆態勢 黨的大外宣 遺憾地表示 我們已經盡力了 今天 聯合國以141票的壓倒性多數 要求俄羅斯 立馬從烏克蘭無條件撤軍 聯合國秘書長巴拉巴拉的都 主意 我外交部第一次 鄭重其事的全面表態 怎麼說 首條 旗幟鮮明地指出 尊重烏克蘭主權 和領土完整 這得打住啊 王毅人首先就不幹 我們看沒家那主語 你說烏克蘭把俄羅斯往哪放啊 被原作者發下了 雄文接著說 不知今天的普京 是悔不當初 有苦說不出呢 還是惱羞成怒 拖人下水 要拖下去那位 一次是 一位惠康200斤賣的 不換肩 走水里山路那個 今天已至 明天不遠 每一個人 都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讓我們 拭目以待 趙立堅表示 拭目以待 是我專利 回頭別忘了給我寄點專利費 一個結果可以確定 再過一年 我們就會讀到環石新作 祝賀烏克蘭反侵略戰爭全面勝利 尊重俄羅斯人民的選擇 嗨 至於少一谷普京誓死是活魂歸何處 環石再肯定沒工夫搭擾 謝謝 慚愧 黨罵表示 魂石太魂了 怎麼能對俄爹這麼薄情寡義呢 行了各位茶友 一年前後的雄文 十二條忽悠方案 給您分享差不多 真是夠燒腦的 說一千到一萬 黨啊 是個騙子 一點不能信 必須的 金句有雲 南京大屠殺國家功績 不諷刺嗎 一邊不忘被他國侵略的歷史 一邊支持別的國家侵略 燒腦現狀交相輝映 說太對了 正義和邪惡的倫理 在國家層面 可以如此互相抵觸 義正言辭 從何而來 還是那句話 共產黨的話 連標點符號 都不能信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 為國戰爭一周年 有個講話 有這麼一段 在過去的一年裡 每個烏克蘭人 都失去了親人 父親 兒子 兄弟 母親 女兒 姐妹 愛人 親密的朋友 同事鄰居 熟人 我向你們致哀 幾乎每個人手機裡 都至少有一個永遠不會再接電話的聯繫人 永遠不會回覆 你好嗎的短信 占領者每天 都在殺害我們的親人和朋友 我們不會將他們的名字 從手機 或我們的記憶中抹去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我們永遠不會原諒 在俄羅斯兇手受到應有的懲罰之前 我們 永不 停歇 我看一個網友說 俄羅斯剛打過來的那幾天 我每天都不睡覺 不停的看烏克蘭本地的電報群 前一個星期每天都是煎熬 當看到英勇的烏克蘭國民 扛顧了72個鐘頭以後 我立馬感覺 俄羅斯贏不了了 那時候的烏克蘭男女老少 都在製作燃燒彈 大批的烏克蘭的海外僑幫 往烏克蘭國內趕 這樣的民族 您看 絕對是不可戰勝的 有一位香港茶友說 支持烏克蘭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怎麼說 支持烏克蘭等於支持我自己 支持公益 這些我們沒法在2019年之後的香港 看到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別忘了到乾淨世界 訂閱老北京茶館 置頂留言裡邊有鏈接 走起您呢 乾淨世界 再見 再見